原标题,爱航空那最后6分钟细节曝光,剧烈弹跳后,急速下降。 波音最则难逃去年的诗航波音737MNM100坠机,机上189人全部遇难,很多人当时认为,就是人为操作原因,或者说,遇到了不可抗拒的自然因素造成的,所以,当时大家并没有把注意力放在波音这款机型上,毕竟波音依然是当今生产科技最好的公司。 但是仅仅在时隔5个月之后,我们看到安航波音737MN1,再次来了个坠机,这也是短短半年内波音这款机型发生的第二次重大事故,机上157人全部遇难。 这一次,我们看到波音737MNX坠机前的状况,和时航坠机时的情况非常的类似,都是在起飞后不久,就出现了飞行控制问题,这才让大家充分意识到,波音这款机型,的的确确是存在问题的。 而在前几天,我们看到美国一架没有乘客的波音737科技在飞行后11分钟实行紧急迫降,美国官邦给出的说法是这架科技的引擎出了问题,但是不会这么巧吧,这也实实在在说明了波音这款机型,的确是存在问题的。 而法国在接收锐机黑匣子之后,已经收集了第一个黑匣子的数据,而且已经转交给爱航科技官邦,还有一个黑匣子数据,估计在有半个月就可以提取出来,到时所有的真相就将大白。 华尔街日报3月29日综合事故调查人员,航空公司管理人员等描述,重现了一提302航班罪,后6分钟内发生的一些细节。 毕竟现在大家都想知道事实的真相到底是什么。 在我们国家第一个宣布禁费波音这款机型外,我们看到美国总统亲自宣布禁费了相关机型,而现在爱航空那儿最后6分钟细节的曝光,足够看出我们当初的决定是非常正确的,为世界做出了榜样。 3月10日8点38分,到8点44分,短短6分钟,是爱在航空ET302航班,从起飞到最会所用的时间。 综合事故调查人员,航空公司管理人员等描述,但是在刚刚起飞后2分钟,8点39分,当飞机达到海拔8100英尺,即离地面只有450英尺高度时,机头就开始向下倾斜。 这个时候,飞行员显然已经意识到了问题,副机长立刻向塔台报告,直言飞机出现了飞行控制问题,而当时的拥有超过8000小时飞行时间的机长格塔修,此时正努力控制着飞机向上爬升,并修正其下滑路径。 在8点40分,我们看到客机在经过剧烈弹跳后,开始急速下降,拉高,拉高。 在无线电失灵前,一位飞行喊道,而仅仅坚持了4分钟之后,我们看到飞机完全不停控制,也无法再次拉升,就是说所有的系统已经被客机自己接管,完全不听使唤,机上人员面临的只有死亡。 而这家客机在坠机前,是以头朝下的方式急速坠落,所以,我们能够看到在坠机地点会有那么大个坑,而且客机坠机后完全之离,破碎,甚至找不到客机上一个大片。 但是从调查人员,航空公司管理人员的描述来看,最后6分钟坠机的细节,已经足够说明波音这款机型的的确确是存在问题的,前后造成300多人无辜死去。 对于波音公司来说,显然是罪责难逃,至于说,波音公司将承担多大的责任,显然还是要再追究。 毕竟还有一个黑匣子的数据还没有提取完数据,但是从现在的状况来看,波音公司将面临着911之后最大的困境,至于说如何追责如何赔偿我们拭目以待,毕竟在生命面前,商业利益永远是不值一提的。 你说呢? 你说呢?